在《寻梦大行动沈阳站》章目中 有一对姐妹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报名圆梦的人是29岁的姐姐刘颖 一名在沈阳当地总是培训的杜皮舞老师 没有那种小时候喜欢跳舞 家庭条件嘛挺困 就是特别困难 我攻击她跳舞 我姐小时候家庭特别的穷 别的孩子想要什么有什么 而我姐只能眼睛看着 刘颖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自小喜欢舞蹈 曾是沈阳音乐学院舞蹈教育专业的学生 因为家庭生活的穷困 大二年年不得不中途辍学 离开学校的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舞蹈 自后在全国各地奔波 四处打工学习舞蹈 去年刘颖母亲便买了家中唯一的房子 资助女儿回到沈阳开了一家肚皮舞舞蹈工作室 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来差点钱 往那接点钱 一次我就可以开了个舞蹈教室 就在刘颖的舞蹈事业开始起步的时候 前后两任男友最终都无法接受她跳肚皮舞 而选择与她分手 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她对梦想的坚持 我姐总跟我说她马上快30了 也该生孩子结婚了 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机会 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心里听着特难受 所以我委托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 希望帮姐姐完成这个多年的梦想 登上舞台 展现她的舞姿 这次圆梦呢 我要扮演的是一个被很多粉丝追逐的明星 当然这个明星的名字就叫朱丹了 然后呢我需要会 很多人追帮了 我要躲进那样一个茶馆 我们的圆梦人就在那里 我来了不要听我 本次的圆梦地点 设置在沈阳市某茶馆 工作人员冒充了沈阳电视台的编导 约姐妹二人做简单采访 并借口途中离开 留下二人 而此时的朱丹早已在门外准备完毕 圆梦开始 而此时的姐妹花毫不知情 依旧幸福地拍着大头照 看来朱丹的到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为了躲开人群 朱丹按计划 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朱丹姐姐能不能给你拍张照啊 又跟你经历眼熟吗 来吧 快来 我先来 那边有奶茶 谢谢 没有了 又喝点什么东西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干准 我到时候就走了 我老婆姐也很喜欢你 那有机会来上我们节目呗 我们是不是想上的啊 哪个节目呀 几个词 不是 叫什么 中国梦小秀 那有机会报名呗 报名了 没信的 我那天早上也是家住的附近嘛 然后就走过来走过来 然后就看见了 就报了名 然后后来也跳了 后来就没信 你表演什么呀 肚皮肤 肚皮肤 肚皮肤挺好的 此时小姐妹见朱丹提出梦小秀 以为自己会被邀请 情绪也激动了起来 可是这正是计划的情随之处 他们又要失望了 咱们走着吃饭了 啊 这就走了 啊 外面没人了吗 有笔吗 要签个名 哇 这就走了 对啊 咱们走了啊 打扰了 拜拜 哎呀 怎么走了呢 这儿大家也没习惯了 姐妹花见自己没有机会 上中国梦想秀了 沮丧地回到了舞蹈工作室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们的舞蹈教室 朱丹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惊喜 开始喽 哈哈哈哈 怎么猜在这儿 怎么猜在这儿 哎呀 哈哈 说了 我说她是姐姐啊 哇塞 她已经干了 真的假的呀 来吧 我还是把我跟上话说 你好 我实际上 我是中国梦想做的节目 春秋 哇塞 我来时原来这边是为你们梦的 真的 我们给你一个最烦恼的舞台 再让你去跳一下你的肚皮舞 让我们看到你的肚皮舞 你愿意吗 肚皮愿意 我跳肚皮舞好多年了 从06年的开始而已 从来没有上过那种 特别豪华的舞台 所以这是我的梦想 还有很多人来这里给你加油 来吧 其实所有的粉丝都是装的 NTV 加油 来到了杭州的姐妹俩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驱车前去排练厅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肚皮舞明星 郭伟 即将与他们见面 郭伟 中国肚皮舞第一人 国际肚皮舞大师 享誉全球的 华人肚皮舞明星 这个没写的吗 像你写的 他那波说 还没那什么呢 谢谢 带着你 蛮好吃的 他那肉还蛮好吃的 来的还是自好 不容易 又来的 又来的 郭老师你怎么猫在这 我今天特别的开心 然后看到了郭老师 当时看见郭老师第一眼的时候 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 没想到真的能来帮我圆这个梦想 到底他们的三人组合 会给观众带来怎么样的视觉盛宴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对姐妹真的是非常的热情 不管是在见到我的时候 还是我以圆梦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是那么激动和开朗的 是啊 确实你看我刚刚信任过 他们拥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 现在你知道 在这一刻 在这么惊艳的排练场面 已经给我们泄露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异常期待在舞台上 他会如何绽放光彩呢 来吧 想自由Open your like 中国梦想秀 将来就是圆梦人刘颖的精彩表现 一起期待刘颖姐妹和郭伟老师的表演吧 天使用颜色的表演 节目 就更多了解 那个街道 早饭 你们开始吧 这家人是才能打开 这家人因 narcissism 就更多了解 这家人居然用 вли 就不放在手兜 点赞 但是 它们就安全 你们也不能跟你职 的 乱业 转1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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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